你好 周深 刚才就是有看到你穿了酒片的拖鞋下来去快递 虽然你已经是男神了 怎么不注意一下 我不是男神 没有人会是什么的 那你是女神吗 因为很多人现在很发 因为你的声音就很多人把你当女神 对 网上那些说着玩的网上把我当女神 声音当女神 不是把我当女神 那就是杨昆说你的声音刺行莫变 然后这样的声音会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比较喜欢开玩笑 那个时段可能带来比较多困扰 到后面也就可能大家就更懂事一些 然后自己也适应一些 所以就顺其自然了 当时初中的时候会很讨厌人家的声音吗 挺讨厌的 不过管不了别人的嘴 后来为什么就适应了 因为他们也会一直说嘛 然后又刚好高中有个时期就一个学长就写了一首歌 然后就后面我就唱完 就感觉大家都感觉还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也觉得好像是个算是个特质 所以就习惯了 那时候没觉得这是上天给你的恩赐吗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 因为我一直就是一个学理化理科的 我不是学艺术的 所以没有觉得是个特质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拥有这样的独特的声音是一个恩赐 就是当高中的时候唱歌 就还算有挺多人喜欢的 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是个恩赐 你那时候就有很多粉丝了是吗 没有粉丝 就是可能在学校播过 然后大家都还挺喜欢的 你一直都是学校里的风云学长那样的类型的吧 我不算风云学长 那你也算个小小的风云人物 因为大家看到我都不会叫我学长 会叫你什么 会叫我周深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在网上也很火嘛 很多人就担心你好声音之后就非常忙 很少去歪歪了 没有 我平常没有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少去歪歪了 然后 就是你之前有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是Let It Go 对 然后用九种声音演绎 然后你会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重现这种方式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国好声音嘛 所以当然是你唱我们中国自己的歌为主 你接下来在好声音会有什么大招吗 大招 我还能有什么大招吗 就好好唱就可以了 今天早上还听着你唱的王妃 有吗 有 好吧 那就好好唱就可以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招 有没有想要特别想要在好声音舞台上 就是诚实的女明星的声音 比如王妃啊 会模仿蜡音蜡音 我没有模仿就可能会比较想唱王妃那种类似感觉的歌曲 所以会有王妃的歌是吗 我们听安排 因为选了导师肯定要听从导师一切的安排 那你唱《欢言》是自己的选择吗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 就一开始不是自己想要用这首歌 但后面就帮我选了之后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你会唱就是接下来会在好声音舞台上唱男生的歌吗 嗯 不知道 你有你有唱过吗 有啊 就平常可能会唱张杰啊林俊杰这种 嗯 双紧 就是你 其实有时候看 看你在微博上 微博上的一些打扮还是挺潮的 我没有潮 没有吗 没有啊 就是就在穿着白衬衫还戴帽子 啊 那个是开玩笑的 嗯 那个是生病嘛 所以戴了个那个叫什么口罩 嗯 然后又在别人别人房间里无聊 所以戴的是别人的墨镜和别人的帽子 所以所以你私下也也也不会就是很注重自己的打扮吗 就是穿穿的比较简单一些就可以了 嗯嗯 你在那个因为因为你在参加好声音之前就已经非常火了嘛 然后是吧 没有 你没觉得吗 没有啊 大家都都说你是卡夫男生还有布丁 好吧 他们改名了叫声名 啊 为什么 啊 就撞名了吗 对对对对 因为你之前大家都说你是个海龟嘛 因为从乌克兰回来 我们那边都自嘲自己是乌龟 乌克兰归来乌龟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起义从声音呢 嗯 从音乐呢 因为一开始没有没有一开始从事音乐就是因为家里啊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从事艺术这方面就特别的困难 然后也特别难有出息嘛 所以当时想的是就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然后就也对医学挺感兴趣的 所以就直接就开始学的医 你医学对医学感兴趣是因为受到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吗 没有 就就以前觉得生病了能治好挺生气的 所以就挺感兴趣的 嗯 那之前为什么就是你没有坚持走这条音乐的道路呢 因为肯定在高中的时候应该也小几期了吧 嗯 因为就是在那边学首先一个语言障碍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一年从零开始学语言 所以立马就要去一个医学的环境 那么多的专业名词 就老师的老师上课完全不会顾我们留学生感受的 所以就什么都听不懂 所以就是就算每天睡得很晚 起得很早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回报 所以就后面觉得在那就如果这样继续浪费时间 还不如学一个自己算是擅长的 然后自己能够学到一点东西的专业 所以后面才转去的音乐学 我不觉得浪费钱了 觉得他们觉得哎呦 儿子去学医的 怎么后面变成一个学唱歌的 他们一开始是不是接受不了这种诺差 因为觉得学医的还是蛮高大上的 对对对对 大家都会觉得学医的高大上 不过现在学医的也挺可怜的 怎么个可怜的 你闹 那你现在从事就是音乐这方面的道路之后 你中国还继续支持你吗 就当时我们也算是冷战了一个月左右嘛 冷战 对对 只有冷战 那么难道打架吗 然后就后面他们就顺从我的意思 让我去音乐学院嘛 就从那个时候就算是慢慢的 他们自己在改变 然后就支持我走这条路了 你有用什么行动去改变你什么想法吗 嗯 没有什么行动 就只有好好上课 嗯 父母现在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吗 就算是上了好声音之后被肯定嘛 他们觉得加油了 也没有非常肯定的加油了 之前有报道说你在乌克兰的时候好像被老师欺负 我还懂吗 那就是在医学院的时候嘛 就比如医学嘛 肯定会上比如我们解剖课就会要标本 然后我们不像中国一样就是拿罐子 我们是需要把它一个一个先拿出来 然后放在盘子里就像吃饭一样 然后端过去 所以就特别重 然后我也特别瘦小 然后老师就非要叫我去拿 然后就 首先就特别累 然后生理上也特别辛苦 然后心理上也特别辛苦 就有种完全学不下去的感觉 你为什么要故意整你啊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调皮吗 我很乖啊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吗 对啊 我觉得我挺乖的 就上课好好听课 我实际上听不懂 所以在你大学高中的阶段诠释一起 全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吗 我没有到成绩很好 但是我觉得不差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乖的一个学生嘛 所以老师这么欺负乖学生吗 可能是吗 国外老师比较奇怪 还是喜欢看你被干尸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喜欢看我被干尸的感觉 上课太无聊了嘛 找点乐趣 所以在课堂上你成为了大家调侃的对象吗 那倒没有 就是老师说 就是把那个什么什么背过来 就这样 然后就 大家也想去帮我 然后老师就说让他背板复习 就这样 你有没有在留学期间学一些俄语 因为我们乌克兰是个 怎么说非常分裂的国家 他们这边说乌克兰语 那边说俄语 所以我们在说乌克兰语的时候 在我们那里也经常听到俄语 所以俄语也会说一些 所以你能秀一下你的俄语吗 我怎么秀 又怎么秀 可以秀两句吗 我叫周深 我是周深 对 能用乌克兰语给大家打招呼吗 我叫周深 我从来自中国 你觉得现在成名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大吗 没什么影响 就还是平平常常 就可能在路上有几个人认出来 这样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很尴尬的感觉 不会就是他弄棒吗 不会很尴尬 可能我在吃小吃 然后他说 周深 我就抱一下小吃 你好 那你刚才穿着拖鞋 来取快递 有没有人认出你来 没有 因为我们这小学员很多 所以大家没认出你的情况下 你还是比较随便的会穿着拖鞋 没有想要换一身比较漂亮的衣服下来 没有 平常穿的也就比较随便 你是刚才是把快递寄到酒店了 衣服 是好声音的衣服吗 不是平常穿的衣服 你喜欢网购 没有 就是叫朋友帮我寄过来 就可能来的时候带的少了一些 好 谢谢 你好 谢谢 咱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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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